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萨摩耶 问题1 萨摩耶微笑天使的由来 萨摩耶原本叫萨摩耶德 是驯鹿犬兼之保镖 就是遇到狼群和狗熊拦路响截 直接上去干的那种 早期欧洲人喜欢探险 但是他们见识少 就只知道萨摩耶德 所以就用萨摩耶德来拉雪橇到处浪 直到萨摩耶德到达了北极 从此在英国名声大噪 英国人就开始标准化繁殖萨摩耶德 他们嫌名字不好听 就把萨摩耶德改成了萨摩耶 他们觉得白色更符合审美 就去掉了黑色和棕色 只培养白色 这就是为什么上期柴犬视频 我说骑士白柴等于种族骑士 这完全就是看人类的喜好 喜欢你你做什么都对 讨厌你你呼吸都有罪 和女人 诶 我为什么会说女人 再到后来 欧洲人知道了更加纯真的学校犬 格林兰犬 从此萨摩耶就下岗了 不过英国人太喜欢萨摩耶了 就带着萨摩耶到处表演学美 慢慢的萨摩耶就成了流量明星 人们喜欢好看可爱的狗 于是繁殖者们就开始改造萨摩耶基因 经过一代代培育 萨摩耶的工作天性基本消失 微笑天使从此诞生 问题二 饲养萨摩耶要注意什么 萨摩耶以前是萨摩耶德人的取暖气 他们不怕冷 但非常怕热 一旦中暑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 所以夏天一定要注意防暑 虽然剃毛无法使狗狗散热 但给萨摩耶修毛却可以使它更好的降温 记住是修毛不是剃毛 不然就准备一笔钱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吧 问题三 萨摩耶有泪痕怎么办 萨摩耶作为狗介颜值担当 绝对不能有泪痕 所以平常饮食需要特别注意 狗粮配新鲜蔬果就行 别喂人吃的饭菜 保证饮食清淡 如果已经出现泪痕 就用盆酸血液每天擦拭 会有很好的缓解 鉴于我们的父母被贴不进去以上的话 所以强烈不建议中老年人饲养萨摩耶 总结 萨摩耶因为太过于好看 就会导致拉出去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 这就造就了养他的人 一部分会黯然失色 一部分会风光无限 还不明白吗 漂亮小姐姐不要养 不然拉出去别人只会夸你家狗好看 没人会在意你 单身小哥哥养起来 拉出去会引来一群女生驻竹观看 只要你够大胆 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说来就来 最后老规矩 推荐三个萨摩耶禅食官博主 来吧 荷鲁班 萨摩圈沙马特 这是我见过最爱干净的萨摩 每天都洗澡 现在萨摩圈都这么内卷了吗 我就想问果果妈 你考虑过编幕的感受吗 Max 陈晓曦 萨摩圈的颜值天花板 以后出去要饭都比别的狗强 这才是全网最正经的萨摩 阿拉斯加和德木的恶势力们 你们听好了 下面两期视频就要收你们了 嘿嘿 有问题给我留言 励志做全网向宠物恶势力 低头最多的宠物博主